欢迎来到美厅 还包含着那些难以捉摸无形的急凶报应 在钱财方面 若父母因创业受挫 投资失误 或者遭遇不可抗的灾祸而背负债务 那么只要他们和子女都能秉持勤劳奋进的态度 兢兢业业的工作 努力增加收入 通过不懈的努力 总有一日能够逐步填补债务的窟窿 然而有些债并非仅仅通过金钱 就能轻易化解 比如 父母若在品德修养上有所缺失 时常心怀极度 见不得他人的好 不仅在背后恶意诋毁他人 甚至还试图破坏他人的成就 这种狭隘的心态和恶劣的行为 看似只是父母自身的过错 但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却如涟漪般扩散 子女在这种不良氛围的进染下 可能会在潜移默化中模仿父母的极度心理 难以拥有开阔的胸怀和友善的人际交往能力 这不仅会影响子女当下的生活质量 还可能对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人生道路造成障碍 所谓默到因果无人见 远在而孙尽在身 就是这个道理 因果报应如同看不见的丝线 既会缠绕在父母自己的身上 也会牵连而孙后代 父母犯了这五个错 报应至少会影响两代人 我们要多留心眼了 有道是天要让人灭亡必先让其疯狂 这一致李明言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得到验证 仅是这世人保持谦逊的重要性 自古以来 无数人在走向灭亡之前都会变得特别疯狂 春秋时期的夫差 本拥有强大的吴国 却因狂妄自大 轻视勾剑的卧薪尝胆之志 整日沉迷于酒色和虚荣之中 他认为越国以不足为惧 对忠臣的劝剑充耳不闻 大肆挥霍国力 结果勾剑趁其不备 发起反击 最终服拆国破家王 全家无一人生存 落得个极其悲惨的结局 秦末的项羽 堪称一代豪杰 力能刚顶 英勇无畏 然而 他的狂妄却成为了致命的弱点 在楚汉相争中 项羽蔑视刘邦 认为其出身卑微 不足以与自己抗衡 他刚愎自用 不听范增等谋士的良策 措施多次消灭刘邦的良机 最终 在该下之战中 被刘邦的大军团团围住 四面楚歌之下 项羽乌江自吻 他心爱的老婆于姬 也在战乱中香消玉云 人生凄凉到了极致 狂妄 其实不是好事 不仅会让自己陷入绝境 还会给身边的人 带来无尽的痛苦 就如同夫差的狂妄 导致吴国百姓生灵涂炭 项羽的自大 让其部下将士们的努力付诸东流 他们的家人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所谓千则得 傲则败 就是这个道理 命运所垂青的 终究是那些谦卑之人 在家庭当中 身为父母 我们要给孩子树立一个谦卑的榜样 让他们明白 长久之人必谦卑 悲苦之人必自大 比如 一个父母若在工作中 因取得一点成绩 便骄傲自满 对待同事和下属趾高气扬 结果必然会遭到他人的排斥和孤立 甚至无望 甚至可能丢掉工作 这不仅影响家庭的经济收入 也让孩子看到了不良的示范 可能导致孩子 在学校也养成狂妄自大的性格 不受老师和同学的喜欢 影响学业和未来的发展 再比如 在邻里关系中 如果父母自认为高人一等 不尊重邻居 经常因为一些小事与人发生争吵 那整个家庭都会陷入不和谐的氛围中 孩子在这种环境中成长 会变得心胸狭隘 难以与他人和睦相处 谦卑是一种智慧 一种修养 父母只有以身作则 保持谦卑的态度 才能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让家庭幸福和睦 长久兴旺 二 父母透支后代的福运 早晚会害死后人 我们常说 七分福运自己用 还有三分留子孙 这番话 反过来也是成立的 三分福运自己用 还有七分留子孙 自己这一代人 绝对不能把儿孙的福气都耗尽 不然后代的子孙就惨了 福运 这一概念在传统文化中 有着深远的影响 它并非仅仅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说法 而是涵盖了诸多方面 比如家族的资源 积累的人脉 良好的家风等 当父母过度消耗这些资源 为了自身的功成名就而不择手段 不给子孙留下一丝余地 那么未来的子孙将在人生道路上举步维艰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和司马懿 诸葛武侯算无一策 被称之为神人 他为蜀汉鞠躬尽瘁 耗尽了自己的心血和精力 然而 他的子孙多半平庸不堪 智商堪忧 所以尽数陨落于棉竹之战当中 这或许是因为诸葛亮一生过于操劳 将所有的智慧和精力都倾注于国事 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培养和引导子孙 导致子孙在成长过程中 缺乏足够的历练和教导 而司马懿和他的两个儿子 智商和情商绝对是一等一的高 他们在政治斗争中手段高明 心思缜密 为司马家族的崛起 立下了汉马功劳 孙子司马炎也凭借前人的积累 和自身的能力 统一了天下 让司马家发展到了边风 但唯独到了曾孙子那一代 竟然是个低能 这或许是因为之前几代人 过度集中了家族的福运和优势 到了这一代 福运已被消耗殆尽 无法支撑其拥有出色的才能和智慧 从天之道 损有于而补不足的情况来说就是 自然的规律强调平衡 不可能让你代代卓越 比如 一个家族长期处于高位 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和权力 必然会引起他人的嫉妒和怨恨 而子孙在这种过度优越的环境中成长 容易变得骄纵 懒惰 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和应对困难的能力 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家族的优势不在时 这些子孙往往无法适应 从而走向衰落 再举一个现代的例子 有些父母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为子女创造了极其优越的物质条件 但由于过度溺爱和保护 子女缺乏独立生活和面对挫折的能力 当父母的事业遭遇困境 或者父母年老离世 这些子女往往无法守住家业 甚至陷入困境 因此 作为父母 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全局的观念 不能只关注眼前的利益和荣耀 而要为子孙后代的发展考虑 保持家族福运的平衡和延续 三 父母错过了发展的时机 会拉低家庭的层次 民间有句老话 发财要趁早 大致意思是 能够早点发财 最好要早点发财 不要幻想天降献柄 因为发财是需要机会的 而机会往往转瞬即逝 某农村家庭有两兄弟 都是六十年代人 大哥今年五十八岁了 二弟今年五十六岁了 然而 这两人的生活 以及子孙后代的处境 却有着天壤之别 二十八岁那年 大哥就果断地到了广州打拼 那时候的珠三角 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 处处充满着机遇和希望 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商业蓬勃发展 简直遍地是机会 大哥凭借着自己的勇气 和敏锐的洞察力 紧紧抓住了这些机会 他不辞辛劳 日夜奔波 积累了资金和经验 最终在广州买下了两套房子 他的儿子 从小在广州 这座繁华的城市长大 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和城市文化的熏陶 眼界开阔 人脉资源丰富 后来 顺利结婚生子 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 而二弟选择留在农村老家 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孩子 努力读书 走出大山之上 他的想法固然没错 但却忽略了时代发展的 大趋势和机遇 可悲的是 孩子虽然大学毕业 每月工资七八千 可面对广州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 哪怕工作一辈子 也难以买得起一套房 甚至连婚都结不起 就像这样的情况 一旦错过了发家致富的黄金时期 家庭的发展就可能陷入困境 真的一蹶不振 不要总是幻想下一代能够力挽狂澜 实现家族的崛起 因为自己这一代没有做好 没有积累足够的财富和资源 下一代所面临的压力将会无比巨大 比如说 在如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 教育成本不断攀升 优质的教育资源也越来越集中在大城市 那些没有抓住发展时机的家庭 可能无法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 导致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于他人 而且 如果父母没有在年轻时 积累一定的财富和人脉 孩子在毕业后找工作时 也可能会因为缺乏家庭的支持 而处处碰壁 又比如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房价不断上涨 父母如果没有在早年购置房产 子女长大后 想要在城市立足 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 这不仅会增加子女的经济负担 还可能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所以 作为父母 要有敏锐的眼光和果断的决策能力 善于抓住时代富裕的发展机遇 为家庭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提升家庭的层次和生活品质 4.父母把穷人观念传给孩子 影响三代人 有教育学家说过 原生家庭和父母的教育 基本会影响人一辈子 这种影响是极其深远 且难以磨灭的 它犹如一根深深扎根在人内心深处的主脉络 贯穿了一个人的成长轨迹 价值观形成 以及未来的人生选择 有名人说过 底层父母的思维和观念 如果一直延续下去 多半会让孩子失去 本该属于他们的光辉未来 底层父母 由于长期处于物质匮乏 和社会资源稀缺的环境中 往往形成了一些局限性的思维模式 比如过于注重眼前的利益 缺乏长远的规划 害怕冒险和创新 只追求稳定但低回报的工作 过度节俭 而忽视了对自身能力的投资等等 而这些思维和观念 在日常的相处中 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子女 由于父母和子女朝夕相处 所以子女的身上 就会存在父母的影子 要想摆脱父母的影响 那是特别困难的 不是每个人都有跳出死循环的能力 比如 父母总是向孩子灌输读书无用论 认为只要能打工赚钱就行 那么 孩子很可能在成长过程中 对学习缺乏重视 早早放弃学业 从而限制了自己未来的发展空间 又或者 父母过于强调节约 让孩子在与人交往中过于吝啬 影响了人际关系的建立和拓展 很多人会说 我自己怎么知道自己的思维是不是穷人思维呢 其实很好判断 如果你按照自己的思维活了三十年 还是底层人 那你的思维就是穷人思维 比如说 有些人总是抱怨命运不公 却从不思考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现状 或者在面对机会时 因为害怕失败而选择退缩 不敢尝试新的事物和领域 这样的思维模式 导致他们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 无法实现阶层的跨越 这种穷人思维就不要传给孩子了 除非想要他继续成为穷人 也许让他们自由发挥 自由发展会更好 比如 父母可以鼓励孩子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要被传统观念所束缚 培养孩子的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 让他们敢于尝试不同的途径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同时 也要给予孩子足够的信任和空间 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自主地探索和学习 形成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往往是由那些敢于突破传统思维 勇于创新的人所推动的 在现代社会中 信息和知识的获取 变得更加便捷 孩子们拥有更多的机会 去接触新的观念和思想 如果父母能够摒弃穷人思维 为孩子提供一个开放 积极的成长环境 那么 孩子将更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从而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 避免穷人思维的影响 延续到第三代人 5.父母做了什么恶事 后人要代亲受苦 民间有个词叫做代亲受苦 大致意思是 你的父母和亲人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那身为后人的你 就需要代替他们受苦 反正一家人的债 一家人来还 这种观念在民间流传已久 成为了一种深入人心的传统认知 很多人都不理解 父母的事 为什么跟后人有关呢 只能说 在父母生下了你的那一刻 他的贫富 善恶 报应和因果 都已经传给你了 这不仅仅是物质和财富的传承 更是精神和因果的延续 比如 一个家庭中 如果父母经常行骗作恶 那么他们在社会中所积累的恶名和负面评价 会直接影响到子女的生育和人际交往 子女可能会在成长过程中 遭受他人的歧视和排斥 难以获得公平的机会和待遇 如果父母传给你财富 这是你的好运 但财富也并非仅仅是物质上的充裕 更包含着家族的智慧 勤劳和政治等优良品质 这些品质能够成为后人前行的基石 助力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和顺畅 如果父母传给你贫穷和恶暴 那是你的不幸 但是 你躲无可躲 必无可避 这种不幸可能表现为经济上的困境 比如 因父母的债务导致家庭破产 子女不得不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 也可能是心理上的创伤 父母的恶行 给子女带来深深的愧疚和羞耻感 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 这缘分的牵引 那是很有意思的 代代牵连 代代因果 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 许多名门望族因为先辈的积善积德而繁荣昌盛数代 而一些作恶多端的家族则很快衰败 子孙后代也备受苦难 这并非单纯的巧合 而是一种因果循环的体现 就如同古代的一些权贵家族 凭借权势欺压百姓横征暴敛 最终 当王朝更替或政治局势变化时 整个家族遭受清算 子孙流离失所 甚至性命难保 而有的家族 则以仁爱 诚信为本 造福一方 其后代往往能够受到民众的尊重和支持 在社会中立足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 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比如一些贪污腐败的官员 不仅自己受到法律制裁 其子女也会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生活艰难 而那些热心公益 正值善良的家庭 培养出的子女 往往具备良好的品德和社会责任感 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和他人的认可 总之 父母的行为和因果 对于后代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 我们应当以此为警醒 时刻秉持善良和正义 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积极美好的传承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